針對現在的台海情勢 我們來看到昨天這一位博恩斯 他是誰 他是美國准駐中大使 駐中國大使的提名人 他就表示說防衛台灣被入侵 是美方的責任 他也是強烈的建議美國的政府 他說因為他不相信 中國會履行對我們台灣的承諾 因為香港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請教一下委員 人家美方都看得這麼清楚 可是我們國內 我們國內的國民黨 曾經當過我們台灣將軍的紀鄰連 居然看不見 來請教委員 我想有九個字可以形容台灣的現狀 就是將不將 黨不黨 國將委 做將軍的不像將軍 沒有站在台灣立場講話 連國民黨也跟著這樣講 所以這個國家帶來很大的危險 為什麼這樣講 我請問國民黨一下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 可以派你的經濟到北國去遠信的 你告訴我有沒有 我派個經濟到中國去遠信 我看他馬上給你打下來 所以這麼離譜的說法 已經背離了整個世界潮流 跟前台灣人的認知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派經濟來擾臺 他都一定的原因 比如說臺美簽訂合作備忘錄 他就派了特別多的經濟來 七七峰會提到台灣的情勢 他就派台灣派經濟來 是 最重要的是你看國慶日當天 中國國慶日的那一天 就派了五十六日下來 都是什麼 有大事件說他派經濟來擾臺 這已經很清楚了 大家認知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國民黨的這個 所謂的黃沐星黨部的主任委員 代表國民黨說什麼 說經濟不是擾臺 我說建設也沒有 我們記得在以前母解會的時候 有一個辦這個母解會 請這個一個媽媽上臺講話 媽媽說 我就不說話 站在這裡感覺很建設 那個老師聽不懂台語 就跟他講 不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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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不會建設 哪裡有這樣的附和中共的說法 說他不是在演信 他不是在擾臺 只是在演信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事實 國民黨所有人都這樣說 表示國民黨現在已經是百分之百 中國共產黨的臺灣支部 所以國民黨他永遠跟著中共在走 永遠跟著中國在走 這充分地顯示 中國國民黨現在是敵我不分 上帝要死一個人的死亡 一定先死他什麼 混亂 要死一個人死完 一定要先給他瘋掉 所以國民黨現在是瘋掉的政黨 他在講什麼話 沒有人知道 永遠站在中國對岸的立場在講話 甚至於我們看到葉宜蘭 國民黨部分局立委講什麼 說比一般普羅大眾來得更精確一點 我請問你 你的支持是靠誰來支持 你今天活在臺灣 不照顧臺灣的利益 不站在人民的立場講話 永遠在替中國講話 請問你 你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人民我相信會越來越清楚 國民黨就是共產黨的支部 國民黨到底有沒有替臺灣民眾來著想 玉慧姐怎麼會黃復興黨部紀靈臉講出這種話說 這不是擾臺只是演訓 這明明就是挑釁啊 這一般民眾都看得出來 國民黨除了有這樣子的退役上將紀靈臉之外 包括現任不分區的國民黨立委吳思懷 過去你看這張照片 這就是當年跑去聽習近平啊 去附中聽訓啊 那國民黨都出這種人 來請教玉慧姐 最近這個如果說今年各位所得稅有易繳的話 可能可以這個如果有退稅的時候 差不多現在就可以開始準備要接到退稅了 這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是你反過來想 我們每年都要繳稅 但我們繳稅如果是幫助國家的建設 我覺得繳再多的稅 我們只要有賺錢我們都應該 但是如果叫我繳稅去養這些人 老實講我是非常非常的不心 心不甘情不怨的 紀靈臉他是退將 上將退休的上將 十九萬 你不要講越講越近 每個月有十九萬的退休金嗎 每個月有十九萬可以領十九萬 這真的很氣 因為像這樣子的人 他搞不清楚說 他到底他過去在軍旅時期 他所服務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 他現在就算退休了 他服務的叫做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好歹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吧 他去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難道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的解放軍要攻打的那個國家 叫做我們中華民國 竟然有這樣吃裡爬外的上將 一個月拿十九萬 十九萬還是我們付的錢 你說氣不氣 然後下面做的那個 那個吳思淮 那個也是 他現在除了他應該有十九萬吧 一個月 中將 對 他中將 然後還要 他還是立法委員 十幾萬 這個十幾加十幾 這個真的是又讓人家更生氣 還有一個葉玉蘭 葉玉蘭是缺德 口眉遮攔 整天他把台灣人的善良 在他身上是一絲一毫都找不到 他自己說 他說他如果再失言的話 他就要請辭 結果他要請辭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講他們這些人是浪費唇舌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前幾天萊斯 他在跟這個英國 就是他在開國際的師兄會議的時候 他講了四點 他說他覺得很重要的是 他說台灣的軍隊 雖然很難打敗中國 但是他覺得 中國不可能派兩棲的部隊攻打台灣 他認為與其中國派正式部隊 攻打台灣最有可能 今天你看了嗎 G7好 七大工藝國外交